南湾Santa Clara大学 祸破记录捐赠1亿元 新建新校舍 南湾西谷的Santa Clara大学 刚刚获得Sobrato家族捐赠的1亿元 新建主打创新科技的新校舍 Sobrato Campus for Discovery and Innovation 这笔捐款是Santa Clara大学 创校166年以来收到的最大笔捐款 这个数目也是天主教大学之中 第二高的捐款 成立于1851年的Santa Clara大学 是加州现存最高的高等悬浮 由耶稣会主理 捐款人是大学1960年毕业校友 John A.Sobrato和太太Susan 他们的三个子女都是Santa Clara University的毕业生 77岁的John Sobrato是地产业巨子 也是慈善家 他之前已经捐过2000万元给母校 Sobrato表示 希望他们的捐款能够起大头的作用 而新的Sobrato校舍建造成本估计要2亿7千万元 新校舍占地30万平方尺 会兴建在学校中央 原来的地方属于法律学院 以及三座旧的工程学院大楼 2020年完成之后 研究专专业科学科技工程以及数学系的本科生 将可以集中在一起上课 这次是踏入2017年湾区的大学收到的第二笔巨额款项 在这个月较早的时候 加州大学三番市校区收到来自Helen Diller Foundation 基金会的5亿元捐款 成为加大有史以来最大笔的捐款 而2016年Nike公司的Phil Knight 就捐出了4亿元给史丹斯塔学 天下卫视记者报道